大家好,歡迎收看攝錄友Andy 旁邊就是Micky 今天我們找了Micky來到姚宗儀的文化館 我們會想試一試Viltros最新的這支 75mm 1.2光圈鏡頭給富士機用 我們今天就測試一下 好,Let's go! 好,鏡頭今次就是75mm 1.2光圈 在APS-C等效焦距是112.5 它的外觀、外形終於都靚仔了 沒有了我最不喜歡的橙色牌 變成一個銀色的鋪牌 亦都有光圈環、對焦環 整支都有富士原廠鏡的味道 鏡頭上除了有光圈環之外 另外會有一個AF和MF的按鈕 可以給大家即時轉換手動或自動對焦 鏡頭的Filter Size是77mm 對焦環之外 就會有電子接點 可以給予數據機身 在XIV可以看到光圈 亦都看到鏡頭有一個USB-C的位置 可以給你隨時做鏡頭的Frameware upgrade 鏡頭上除了有幾個Filter Size 鏡頭上除了有三個Filter Size 鏡頭上除了有多大部分 鏡頭上除了一種Filter Size 鏡頭會跟上一個膠蓮花型的遮光罩 鏡頭的最近對焦距離是0.88米 好像我拍的那雙花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最近的對焦距離 其實都有點遠 不過它畢竟是一支遠攝的人像 一定是這麼遠的 鏡頭是75mm 等候焦距是112.5mm 在APX-C來計算 其實都是一支遠攝的人像鏡 所以拍攝時都有一定的距離才可以拍得到 尤其主要都是拍半身或大頭 如果你要全身 我想你真的要站到很後 但有上下的壓縮感和散景 出來的效果又真的蠻不同 現在去到好像我剛剛已經逼到牆 拍Mikki 也是剛剛好可以拍到它全身多一點 鏡頭暫時只有X-Mind 即是富士用 其他我相信應該遲些來Sony 可能其他牌子的Mind 都會出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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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光圈一定要試一下散景 我就會由1.2光圈 去試到最小是16光圈 看看散景變化出來會差多遠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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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C的眼睛效果 我們現在嘗試鏡頭的AFC人眼主招效果 麻煩Micky退後看看 轉個圈 左右移動 我們向前 轉個圈左右移動 這個就是AFC的眼球追焦的效果 下來嘗試AFC的單點對焦的效果 我先對一對Micky 之後再對後面 再對Micky 再對後面 遠一點的地方 這就是AFC的單點對焦的效果 因為鏡頭本身也有相差的尺寸 所以重量也有670g 鏡頭會用STM的摩托 對焦速度也會比較快 還有拍片也會比較安靜 這次試用了Viltros最新的這支75mm鏡頭 首先外觀協會 它的樣子真是帥了很多 對比之前Viltros 尤其我最不喜歡 就是它之前的橙色牌 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何它不改 終於都改了 外形上亦會更似原廠的鏡頭 我覺得這個加分了很多 甚至乎它的包裝都是很帥 首先第一樣 我覺得試用了就是它的大光圈 開到盡 它的銳利度各方面都是非常鮮明 非常漂亮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它三四千元的價錢來講 絕對是非常之 我覺得是 是幾乎的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大光圈 這個焦段的話 鏡頭上有光圈環 有AFMF 這些全部都是加分的 唯一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會差一點點的 就是它在1.2光圈對焦的時候 會由近到遠 那些有機會有少少掉 或者是會比較慢一點 但其實應該我知道 它接下來 更新的Frameware之後 可能就會解決到 方便的問題 而其實它的異光圈打後 其實它的對焦亦會更快 所以我對於這支鏡頭 無論它的間錢 質素各方面 都是滿意的 唯一你真的要說的 它就是大支了一點 拼下去XT5 真的會大支了一點 但以有彈光圈 有質素 換取 尺寸來說 我覺得都合理的 好了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去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鐘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了 也可以去follow Micky的IG 或者去他YouTube頻道看 也可以去我 或者Perry的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張開嘴巴 好啦 哈哈 好 飛海 ATP 海 超 海